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同时也是宜兰人文基金会首席顾问 针对台电公司正在进行的合一场干事主存计划 是在国人被蒙蔽的情况下 准备将冷却池中的合燃料棒以干事主存方式处理 谢长廷特别与非合家园大联盟发起人陈锡南 共商全民如何因应这项错误的政策 台电蒙混过关无验证主存经验 程序严重瑕疵 台电用最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跟NNA提出他的干事主存的计划申请 很快就通过了 安全审查竟然是用国外的书面 没有经过我们的像一般的程序要实验 要做实验要认证 这完全没有认证之下 通过他的安全审查 警戒的就是送到实验审查 实验审查就举办了一个工厅会 一个听证会 听证会通知的单位都是一些对核能不知 没有知识的人 把干事人就像这样就渡过了 那他的对于环境的评估的部分态势 他是用旧法 他是用旧造的 旧建造旧的执照去规避那个现在环秉的这个光卡 他委托送到环保署 环保署没有决定钱 那他送环保署 环保署找一些也不懂合工的人才 结果就准了 这样就拿着他的使用执照 就开始进行进 开始做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瑕疵的过程 台天湖和燃料棒 从冷却池抽离干士储存之技术 干士跟湿湿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基础的储存方式 水是可以降温的 水是可以把輻射線隔離的 水可以把毒性都在水裡面處理 它的孫子空氣在水裡面就好比水怪一樣 如果一旦拿出來以後 它中指開始發生狀起 它開始變熱了 溫度開始回升了 那你裝它裝的桶 你說用1.6公分的桶子的鋼筒去裝 它那溫度都200多度以上 那它有熱量的累積 你放在大自然螺絡的空泡的場地裡 請問這樣的一個處理是絕對錯誤的 迫使民眾接受不安全核電 台電仍持續擴廠使用 以前我們坦白講大家是沒有這個知識 也沒有這個常識 總結了台電說 沒有問題是安全的 第二個是必要的 沒有繼續發電 我們大家都沒有電 經過311事件 日本的湖島事件以後 其實大家都有嘗試 因為以前三里島 車莫比 離我們比較遠 大家感受比較淺 現在大家都知道 原來使用過的廢料 原來使用過的廢料 是那麼毒 那麼毒 那麼危險 以前我們都知道說 危險也有人在講 但是沒有那麼具體 放在什麼水池裡面 沒有關係 沒有核電也活不下去 但現在日本湖島事件以後 我們其實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以後 人民要把我們的意願告訴政府 我們不需要冒這個險 而且很重要的 這個 譬如說合一場來講 合一合二場 他三十幾年前 他在設計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專家 我們都沒有嘗試 那專家是有知識的 他已經設計說 可以放多少 會使用過的核料棒 但已經擴廠三次了 等於說當時設計的容量 已經超過了 再超過了 再超過了 已經都放不下了 那這個表示什麼 就是不應該再放了 表示這一個核電廠 不應該再用了 因為當時設計就是 可以放那麼多 就表示說 核電廠可以使用那麼久 那現在是一個怪邏輯說 那這個水池放不下 我們再弄一個乾式的再來弄 那問題是說 為什麼 你這個核電廠已經超零了 核電廠已經超零了 那以前在建的時候 也許我們都沒有知識 我們不要去追究 我們大家都說好 就繼續去建 但現在也開始大家有 在揮核家園的想法 那我們 宜蘭人文基金會 很多環保團體 都已經把這個資訊 一直不斷的揭露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有魄力 就是停用了嘛 台灣離核電威脅不遠 民眾因自己決定停用核電 車諾比日本發生災難 我們沒有發生 這我們要感謝 感謝上天 台灣是被祝福 但是上天也是給你一個警告 但是如果我們不到黃河 心不死 不見棺材不流淚 一定要自己發生啊 那就是太慢了 所有的災害要發生之前 上天都會 日本要發生之前 車諾比就給大家看 人類還不節日 日本在發生 日本發生就是給我們看 我們在不節日前 那也可能我們發生啊 所以大家應該什麼遠見 就是說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看到未來 人無遠利必有近憂嘛 你沒有想到 你以後就會面對嘛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我們現在是可以處理的 那些核廢料 使用過的燃料棒 是幾萬年 幾萬年 那個危險性還在 我們埃及的老法王 到今天才三千年 所以政府說可以保證 他會好好的處理那些安全問題 怎麼處理啊 清朝的康熙皇帝可以說 我保證五百年嗎 就保證到今天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知道 這些保證都是假的 在保證的人 他自己也保證不到 你怎麼樣保證三百年後 你看清朝五百年後 兩千年 漢朝 漢朝可以保證說 兩千年後安全嘛 這個 廢核廟要保證幾十萬年 怎麼可能呢 這個等於是給我們這子孫 的路更窄 重擔留給我們的子孫 這是沒有良心 坦白講我們一旦 享受 然後把這個危險留給子孫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做嘛 總統與行政院長 取得不正確資訊 台電刻意蒙蔽 這一種一般行政院長總統 坦白講是不知道 如果他 像我為什麼會知道 我就是說不准他賬 我是先說不准他賬 那他就說我們要虧幾百億 那我就請專家 我的朋友來跟他看賬 來看出來說 怎麼會買那麼多的 要不要 有沒有必要 再去查 他講很多理論 說我沒有買會怎麼樣 我再去查一下看看 所以就川芳了 所以領導者會被蒙蔽 但是要更認真 更認真 站在人民的 不要被這個什麼專業騙掉 寫動漲電費善用備載電量 馬提高比例調漲電費 我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沒有錯 我有動漲這個電價 但這個動漲電價 我不是說要台電虧本 我們是把那個備載電量 本來他買百分之二十 我把它降到百分之十六 本來可以降到百分之十 但是降到百分之十六 差多少 差四趴 四趴就是差四百億 所以那一年就是差這個四百億 所以他沒有漲 那以後我 以後的連續三年 就是每一年都省四百億 省了一千兩百億 所以台電都通通沒有漲 但是馬英九就任以後 他一下把他提到二十八趴 等於五十六趴他變成二十八 一開始是二十三 後來變二十八 二十八就增加十二 十二趴是一千兩百億 二十三趴是增加七百億 第一年就浪費七百億 第二年再浪費一千兩百億 那當然兩千億 他現在說虧省一千億 那當然虧省 那怎麼能夠叫我們老百姓來 互貪這些錢呢 他這個整個是無鬼搬運 所以這個是很不合理的 立法院因召開公聽會 不分藍綠組台電核電廠預算 立法委員其實是擁有 預算審查的大權 那麼如果政府做的不對 可以刪掉預算 他說立法委員我們反映了民意 我們希望立法委員 尤其是在野黨要監督 那現在河澳發生說這個螺絲鬆掉 六顆螺絲鬆掉的問題 那這非常緊急 這事情可大可小 那我希望 包括這個 最近電價的問題 這個幹事儲存 這個使用過藍料棒的問題 這些基本上都跟台電有關 那麼我呼應我們的黨團 也能夠召開這個公聽會 來監督這個台電 對 對 對